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欢迎收看我是胡佩斯 目前中东战争爆发 沙迪阿拉伯对耶门展开轰炸 造成国际油价应声大涨 拖累了亚洲股市 马股币是时报1813.37点 下跌了5.05点 不过马币上演大反弹 对美元汇率全州大涨1.7% 截至下午5点 马币对美元报3.6760令吉 分析员预料区域市场包括大马 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入市 和欧洲中央银行的经济振信方案所支撑 将加强马币对美元的汇率 根据今天的交易统计 外资还是卖票为主 经卖1920万令吉 散户也卖出1896万令吉 本地机构则买进了3816万令吉 下来有企业部外的单元 但私底陈志源旗下公司成功集团宣布 在增加收购利通国际股权至35.84%后 触动了全购条例 该公司先以以每股80仙 以及每债券股32仙现金进行有条件 全面收购其尚未持有的股票和债券股 这显示成功集团有意保留利通国际的上市地位 利通国际最后挂价为83仙 霹雳机构在今天召开的股东特大上 以99%高票通过脱售英特格斯15.74%股权 给国家能源的提案 美股售价3令吉25仙 霹雳机构表示会在完成脱售股价后 派发特别股息给股东 最后是亚航X集团首席执行员 拿督卡马如丁指出 亚航X在进行容量管理及重组后 有信心今年业绩表现将会改善 他说以机票价和航班来说 公司在今年2月和3月看到乐观的趋势 去年亚航X蒙受6亿零518万令吉的税前亏损 比2013年的2亿1206万令吉税前亏损进一步扩大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